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从哪里赚到钱的思维 那这个东西其实讲到的是从创业从哪里赚到钱 那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写书的方向跟一个态势 单纯我们今天来讲啊 其实创业书是有非常多种 非常多种意思代表什么意思 有的创业书只是单纯写一个人的故事 有的创业书写的是多个人故事 甚至有人写成功的故事 也有人写失败的故事 那当然也有人去针对创业必须要具备的东西 然后再语与分享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以创业需要具备东西语与分享 目前有两套影音是非常棒的 第一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How to start a startup 这是YC的 就是说YC这个加速器的一个课程 另外一个是科技星Techstars 它的课程叫Do more faster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除了它今天有书以外 不管英文书 简体书 我们今天讲繁体书 甚至也有这样的一个翻译 可是如果你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对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他们在章节的部分 主要章节的部分 都是讲四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就是所谓的 idea 创业 第二个单位讲的就是产品 第三个单位讲的就是team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创业团队 第四的讲的就是执行 只是在执行的部分的时候要分两个 一个是针对重要事件的动态调整 也就是其实创业单位的时候 它每个单位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创业人必须要去做两件事 第一个部分就是 它的反应周期要很短 第二个部分它要必须要高度密集性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讲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写创业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 因为我们讲创交书写作嘛 那我们去讲创业的时候 我们要可以从哪里去找到钱 那这个东西啊 目前的说法分别有这七种 第一种叫做吐息 这是最正统的方式 就是说你创业人 你小单位的时候 你还是赚小群客户的钱 然后是从客户那边去拿钱 来让你这个企业得以维持生存下去 那有的是吐B 就基本上它的客户是企业单位 然后当然有吐B吐B啦 或吐B吐C啦 完全就是有点类似经销的部分 那这些都是现金来源 那后面部分比较有争议的 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吐CF 就是啊 基本上钱是从那个群木来了 就是crowdfunding这个东西来了 那再来的话 吐S讲的是什么 就是钱从上市的这个过程来 不管你是上柜或上市 反正或者你从多轮的 我们今天讲多轮的投资 然后去变现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把这一个股权交给public 就是给大众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然后最后面一个是吐VC 这是最惨的 吐VC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就一个idea 然后很多VC都投钱进来 然后等到你钱烧完公司就倒了 那这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了一个 这个新创企业它到底从哪里赚到钱 那它甚至可以从哪里去赚到钱的这很多种思考 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写成一本书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变换角色 从创业者这一端写 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资金方去写 写什么样呢 从天使投资人这一方去写 从风险投资人方去写 从私募基金上去写 甚至我们今天可以从IPO的这个角度 就是到底在创业工资在上市过程 有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或者说遇到哪些艰难 甚至我们可以从路眼上角度去写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是一种发想 所以我在此提供 说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写一本书 你一定要有一个主题 你对这个主题要有蛮深厚的认识 你在写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创意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内容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书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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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